为了加强预防犯罪以及降低脏乱事件 基隆市政府民政处采取设置监视器新的做法 希望像风潮一样的紧密 补助邻里装设监视器 一般民众就可以申请安装 每支监视器最多可以补助2000元 即日起接受申请 用邻里巷弄 我们会根据的是 今年通过邻里守望相助监视器补助作业办法 在今年度动用预备金 而不是我们边地的预算 动用预备金 希望能够达到今年度1500 在这边要借助各位一座的力量 能够帮我们在巷弄部分增加我们的监视器 今年希望能够达到1500 明年还可以再继续增加 成为一个风潮 大家愿意帮我们 雇我们的治安 雇我们清洁环境 不过对于这个方案 议员们有质疑也有建议 监视器未来的这个架设 还是以现在的高空的架设的方式拉线吗 因为这样的情形 造成我们整个城市的天空寄件 又杂乱武装 那我们市长一上来 都对这个监视器非常重视 那本期建议呢 建议是说还是要统一发包 还是要用统一发包 这样才能够还我们一个干净的家园 可是现在看起来 好像一个里只限制几盏而已 包括监视器 这个我更有意见 因为我建议的是 希望感应大灯 要跟我们的监视器能够结合 灯一亮监视器在照 小偷干坏事的人就跑了 应该是要做 现在我们的这个科技这么发达 你应该是做一个共同的电缆线 用来发包 未来你才可以在系统 然后再把它扩充 而不是就诚如本会的议员也有讲 其实你这个各个品牌不同 然后每个系统不相容 然后到时候我要看一个这个监视器 我到底要透过谁才能来看 明镇处长张渊祥大宣师了事 补助邻里装设监视器 不用利用电缆线 有WiFi的地方可以用WiFi 没有WiFi的地方用记忆卡就行 有点像是行车记录器的概念 也不用里长先给钱垫付 而我们的监视器行程医员关心是 我们不用揽线 我们用的就是大家如果可以理解 就是说行车记录器 它可以有WiFi的地方远端可以控 没有WiFi的地方截取卡片或扫QR Code就可以下来 所以不会有影响天空的天际线 不会有很多的绝对没有很多的线路 只会从家里迁出来 除了李林长以外 公寓大厦管委会当然是我们要补助的 公寓大厦也有自然使脚 也有环境清洁的需求 也可以申请 选手队走过的路线 迁到的地方 也是我们可以帮忙安装的地方 这是在巷弄里面 所以有别于同胞 利用业者的警察局的部分 监视器的部分 没有里长先付费 这是监视器确定是补助方案 他今天安装好 拿到收据明天就给钱 我们会相信里长主动找的厂商也好 我们推荐很多的厂商也好 也会告知他 不要先付费才安装 而是你安装好之后 拿到单据跟区公所合销 今天安装拿到单据 明天我们就付费 所以不会有所谓带电这样的行为 机动市议会议长同志委决议时 希望民政处在监视器装设的新方案上 可以听取议员们的建议 做适度的调整 我想这个政策会有这么多的争议或讨论 我想代表我们的民意 或是议员有非常多的一些想法 那也希望民政处做相关的调整 那个包含刚刚预算法议员提供的 这个谈照灯的这个意见 我觉得很好 也应该纳入来政策来实行 那未来相关的配套 包含邻礼如何申请等等 我想会有更多的问题 再请民政处来 仔细来想办法解决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